消委會測試市面上40款醬油和線路 發現有8個品牌11款醬油之中 因為加添焦糖的色素 含微量可能致顏物質4甲基米座 建議市民選用時要小心 比較少一些比較好的客戶 當中以育品黃金標老抽含量最高 達15.9個ppm 食用2毫升 已經超過美國加州規定的警告指標 不過香港還沒有相關的法例規管 除了這個4甲基米座這個物質之外 在醬油養製的過程中 都有機會可能有其他的自然物質 所以我覺得食安中心 我們都反映了 希望看看醬油那方面健康的風險 以及國際的做法 然後再製定什麼符合在香港 另外有40個樣本全部驗出含有微精 有39個樣本納含量偏高 比例達97% 香港著名的九龍醬園金牌三秋王 含群量驗出每毫升含有1300萬個 遠遠超出內地標準上限過400倍 大紀元記者梁珍在香港的報導